各位大家,阿弥陀佛! 我们一起来学习 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结晶 昨天我们学习到神通花菩萨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光阴菩萨 光阴菩萨也是一个在家人的菩萨 所以智力设立为尊者是代表在家人菩萨 可以讲这个无量寿经 就是在家人菩萨所修的方法法门 所以我们一定要真正落实这个十六维尊者的方法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好,光阴菩萨 光是光明智慧的意思 隐呢,引发的意思 有发挥,先发出来的意思 先发出来的意思 所以,光明是智慧 隐呢,是隐发,有发挥,现发出来的意思 意思就是说 深光的智慧 深光的智慧 深光的智慧从智己一句 智己一句阿弥陀佛名号 显发出来 无量光无量寿 所以,意思就是说 念这句阿弥陀佛 能显发无量的智慧 无量的光明 无量的寿命 就是这个了 所以,这句阿弥陀佛 我们要放在心上 把这句阿弥陀佛做主 心愿辞明做主 真正要把我们的空闲式的时间 来落实,来真干 我们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 面对了一切的人事物 也面对了一切顺境和逆境 我们要如何处理呢? 要知道 这一切顺境跟逆境的情况 就是告诉我们 教导我们 变化无常 包括我们的这个机器 能力 力量 也是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天不如一天 一年不如一年 这个是事实真相 我们要面对的 所以 了解这一些变化无常的世界 苦痛的世界 为什么在五量寿经讲到佛告诉我们 我们用的这个机器 根本的事实真相是什么呢? 是苦痛的机器 不管你有钱还是没有钱 有钱当然比较方便 那么 你会远离这个苦痛吗? 不见得 这个苦痛 生带来的苦痛 叫做生死苦痛 老易苦痛 老年的这个苦痛 病级苦痛 生病的苦痛 最后死级苦痛 死亡的苦痛 然后呢 恶臭不净 这个机器所发出来的 是恶臭 不干净 然后呢 无可乐者 没有一个乐的 为什么佛告诉我们 没有一个乐的呢? 明明 真的 这个机器 就是苦痛 无可乐者的这个机器 我们 有了这个机器 天天要面对的 就是这个 我们要面对的 在经济方面 有用蛇物 来过生活 这个机器 才能够过日子 苦不苦? 苦啊 所以 真的是 无可乐者 无可乐者 苦动的世界 都是真正的告诉我们 这个世间 真的是不好住啊 不能留念啊 时时刻刻 发起来我们远离娑婆之心 心求极乐之心啊 佛叫我们又时时刻刻 意思就是说 心里只有阿弥陀佛 心里只有一个方向极乐世界 你 这个时间不要了 无可乐者 你给我找哪一样是乐 在家人以为赚钱 赚大钱 得到一个大的订单 乐的不得了 但是这个乐 是假乐 会变的 在家人 以为金银财宝 是他们这一生 所追求的一个乐 受 起码 都是无可乐者 都是刹那生命 了不可得 我们要知道 这一切 都会突然间不见 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对这个金银财宝 明文立养地位享受 所以为什么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要过一个少益知足的生活 他甘愿出家 他表演出家像 释迦牟尼佛 舍去一切王位 舍去一切物质财产 舍去一切 享受 享受 过一个简单 苦日子的生活 出家人 树下一修 热衷一死 真的 他做到了 什么他都不要 恩爱建筑也不要 物质财产也不要 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 跟释迦牟尼佛一样 真的会发生经济窑洞 通通都 亏本 破产 怎么办 出家 出家 出家真的好的 路啊 为什么 严禁了吗 佛菩萨叫我出家了 就这样了 只有这个方法 你不要想 我能够做到像沟洛这样这样 恐怕你做不到 昨天我们已经 谈到 我们的 不善的念头 烦恼吸气毛病 太多了 第一个 原因我们不能够做到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自善自事来提醒我们 要引导我们 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引导我们 我们才能够辅助这个不善的念头 如果你自己在那边住 学习沟洛这样 你能啊 你做到吗 恐怕做不到 第二个 你经济方面已经破产了 遇到困难了 你不可能在那边 像过来这样 这样子 辞辞名号 一直是这次往生 我想 你做不到 所以 唯一的方法 就是你必须 找一个道场 跟你有缘的 那么 那么你住在那边当义工 当了有几年了 那么你发心来住家 可以 可以 我们绝对不要 把我们中年的年龄 来拼命地赚钱来过生活 最可怕的就是 你 在这个过程 远 学习修行佛法的路 推转很多 所以 所以到你 到那个地步的话 你必须 找一个道场 既然 破产了吗 什么都没有 好 找一个道场 道场跟你有缘的 修净土法门的 你好好的 那边做义工 就好了 这就是解决的方法 所以 我们活在这个六道路里 受破世界 真的是不如一世 长八九 没有一个真正 你能够保持永恒这样子 因为你的命 有带来富贵 还是没有带来富贵 这个是 勉强不了的 命里有 自然有 命里无 莫想求 就这样 面对这样的情况 这代表你的命 没有 所以 你必须 找别的方向 找别的路 当然 要找 跟修行有关系的路 是最好的 不要以为 哎呀 命里没有 破产了 什么了 哎呀 你就 跑去打工还是什么 为了过日子 你越打 你越烦恼 你越打 你越 伤心 不如 跑去出家 做义工 最好的路 这是最好的方法 当然 我看我们 出家人 他们出家的 并不是破产 是因为 他们 有钱人 你看这些 我们看得到的 不是平民 大有钱人 大有钱人 跑去出家 当然我们的 生活如果 走了这样的地步 那么 我们就 学习惠能大师吧 慰能大师也是从 平民百姓 这样的贫苦日子来 过日子来的 跑去出家 他也是经过 很多很多的困难 不是 很顺利的 这样子的 我们 也是这样的过程 我们必须过下去 而且我们 也不是 在这个时间 也不是很长的 现在我们 已经40多岁了 再加30年 我们都要走了 所以 我们对这个 我们应当放下 不要 说求了 真正做到 一人无真 一事无求 所以 念这句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名号 是显发出来 无量的智慧 无量的光 无量的寿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是十方三四佛 阿弥陀第一 十方三四佛 第一是什么 阿弥陀佛 代表一切的诸佛菩萨 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是代表 念这一切的诸佛菩萨名号 所以这句阿弥陀佛 是真正的 光中即尊佛中之王 所以这句阿弥陀佛 是真正的 唯因呢 原来弥陀念弥陀 下年纪老吉士所讲的 余果是什么呢 弥陀叫我们念弥陀 西方极乐世界 法障菩萨的阿弥陀佛 叫我们 念阿弥陀佛 知道吗 我们 如果没有西方极乐世界的 法障菩萨的阿弥陀佛 介绍给我们 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我们不知道 十十八月我们也不知道 是不是 不可能 你突然间 能够记起来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以信念成名往生净土 有没有这个 没有啊 是因为你碰到 你遇到 你有缘 知道了 哦 这个是 阿弥陀佛法障菩萨 西方极乐世界 告诉我们 见到我们 弥陀叫我念弥陀 阿弥陀佛 这是果啊 唯因呢 原来 弥陀念弥陀 但我们 所以我们现在是什么 借用阿弥陀佛法障菩萨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 来开发我们的自信 我们的信 我们的信 阿弥陀佛 当这个信 自信的阿弥陀佛 开发出来呢 我们才知道 原来弥陀念弥陀 原来我们西方净土 是唯心净土 自信弥陀啊 跟法障菩萨阿弥陀佛没有两样 了解吗 所以佛 就是跟我们没有两样 那么我们现在 念出来弥陀 原来弥陀念弥陀 还没有 我们 必须弥陀叫我念弥陀 老师的念 就好了 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下连基老基舍所教导我们 我们现在是 念外面的阿弥陀佛 念外面的无量寿经 来开发我们自信阿弥陀佛 来开发我们自信无量寿经 所以为什么我们读无量寿经 念无量寿经呢 读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呢 开发我们的自信 我们现在的自信还没有开发出来 我们的自信还在睡觉 还没有醒来 可以讲我们现在是在做梦 天天就在做梦 做六道轮回的梦 还没有醒来 所以我们要把这些六道轮回的梦 不要执着 把自信阿弥陀佛 心愿扯明 继续念下去 这就是最好的方法 阿弥陀佛 所以阿弥陀佛是西方极乐世界法障比丘 他修行所证的德国 所以阿弥陀佛 所以阿弥陀佛是西方极乐世界法障比丘 所以阿弥陀佛是西方极乐世界法障比丘 是最好的 法障菩萨 阿弥陀佛 是发了四十八愿来建立极乐世界 那么 我们 以 他的果报 成佛的果报 做我们因地的修行 我们修行是 以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方向 来开发出来 我们的自信弥陀 就这个了 所以光阴菩萨就是 教导我们 要如何把这句阿弥陀佛名号来开发 来献发出来我们的自信弥陀 方法呢 方法呢就是叫我们 持持名号 信愿持名 学习像老阿公老阿婆一样 真的 如果经济好的话 没有那么大张 没有那么大张爱 你们一定要安安安稳稳的 学过罗酱 那样 住在菩萨 那样 住在菩萨三年 一直是这成功往生 所以为什么 过罗酱 他过的日子真的是苦海 无边 苦不堪言 他不要过这个日子了 他要 学像他的朋友一样地先老和尚 哎呀出家那么好 我要跟着你 你说什么我都听 我就要出家 我不要过这样的苦 苦海无边的日子了 你要知道 过罗酱 过的日子是什么呢 补这些碗啊 补这些锅啊 来过日子来的 补好还可以用 这样子 所以占得很苦啊 补锅补碗 的日子 赚 什么钱啊 赚不到钱啊 所以他甘心情愿 出家了 不要了 有那么苦啊 出家好啊 所以地先老和尚 当做他这个老朋友嘛 也是 帮助他出家了 但是呢 如果出家住在寺庙 寺院 他不认识字 没有读过书 所以 在寺庙 不能就找课玩课 读经 种种的 也是 会让僧团 反成了一个障碍 所以他安排 所以他安排他住在寺庙 那个时候 佛法也是很 很 很 在寻药的时候 所以他能够找到一个 信徒来供养他 饭菜 两顿饭 帮他洗洗衣服 他已经 舒服了 不得了了 这个福报 不懂从哪里 天上 跌下来的福报 要感谢 感 感谢天 感谢地 真的感谢天 感谢地 所以他真正 抓住这个 好的机会 来真干 他不放过 他没有这个思想 我有这个福报 我就 懒惰了 懈怠懒惰了 他没有这个思想 他更用功 师父 叫我念 南无阿弥陀佛 总有一天有好处 肯定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 对我 会帮助我 更有大福报 可能他有 可能他 他这样的想法 但是呢 不管什么想法 他就 他就是 实时塌地的 念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 因为念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 我有 天上 给我 信徒 供养我 饭菜 早晚 我不必 操心 我不必操心 这个 来赚钱 来那么苦的拼命 过日子 还有一个小坡庙来 住 哎呀 真的是 谢天谢地 感谢天感谢地 所以他用功 所以他用功办到 念累 就休息 休息好 继续继续继续练 早晚 没有早晚了 就继续练 做功课 就是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那个时候没有电 晚上可能等油灯 没有油灯是黑 夫妻骂黑的 对不对 没有电视机也什么都没有 心底清净 所以为什么三年能够成就 就是这样的方法 让他真正打开他自信弥陀的 阿弥陀佛 自信弥陀 自信极乐净土的极乐世界 他真做到 那么我们现在的问题 讲起来 如果你现在有一个安稳安定的 日常生活 现在你已经 如果你们是已经 在这个老年的过程了 身体也是还健康了 所以你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经济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可以讲是过一个 中等人的这个经济方面 那么你一定要真正 落实过了这样的方法 你不要携带 没有时间 外面的世界不要看 那个是火宅 苦痛的 无可乐者的 所以 有这个观念 你真的要把握你的机会 辞辞名号 什么都不要管 什么都不要想 求远往生 这就是他的路 他的方法 这就是真正要落实的 如果经济不好 破产怎么办呢 一个人 问爱建筑有没有 孤单铃铛 你必须跑去 像 过罗这样找他的地线 老和尚 这样的方法 修除家就好了 未有这个方法 才能够 你 能够安心办到 所以 这就是他的最好的路 好 今天我们学习到这里 感恩大家 谢谢大家 感恩诸佛菩萨的价值 阿弥陀佛 各位大家 阿弥陀佛 我们一起来学习 佛说 大圣 无量寿 庄严 清净 平等 绝经 好 昨天我们学习到 光阴菩萨 就是 深光的智慧 从自己 阿弥陀佛名号 先发出来 无量光 无量寿 接下来呢 我们就学习 宝床菩萨 好 宝床的床 就是 供养祭的意思 床帆的意思 在古时候 道场 每一个道场 在古的时候 就是有挂床帆 有它的用意 所以在古时候的道场 那么 用在 来先养 讲经法会 就是 这个宝床的床的意思 在古时候 就是 这个床帆 就是 在道场 挂在外面 就是表达 在这里呢 道场呢 就是 有讲经的 法会的意思 它要做什么法会 所以 这个床的意思就是 代表在古时候 的道场 挂在外面 就是代表 这个道场 就是 有 讲经的法会 还是什么法会 意思就是说 这个 宝床 菩萨 菩萨的表达 就是 表什么呢 先养 念佛法门的 法门 就是 宣扬 这个念佛法门 所以 在古时候 到场 挂这个床帆 就是通知 周遭的人 因为 因为古时候呢 没有 这些科技发达的 这些 通知 所以 用 抱床 床帆 来通知 大家 在每一个道场 不像我们 现在的时代 那么 现在的时代 科技发达 就是用这些科技 来通知大家 在这个佛堂 有什么活动 还是有什么 法会 所以 古时候的人 非常珍惜 也是 非常 很 真诚 恭敬 顶礼 真诚心 恭敬心 如果 遇到 佛法 他们 非常 珍惜 一文 千物 一文 不会忘记 永远 一辈子 都用上 不像 我们 现在的 时代 失去了 失去了 真诚心 失去了 恭敬心 所以 佛法 在面前 往往 不得利 这就是我们 末法 时期 现在 众生的 更新 所以 佛法 在面前 一点利益 都没有得到 一点 珍惜的心 都没有 所以 这就是 末法 时期的 摔向 这就是 经典所说的 什么叫做 末法 这就是 它的 现象 末法 的意思就是 佛法 摆在面前 众生都 碰都不碰 看都不看 闻都不问 这就是 末法 时期的 现象 古时候的人 要学佛 要听闻 一句佛法 难得不得了 为什么 古时候的人 交通 工具 没有 要走路 走路 不是 一两个小时 就到了 要 一天 两天 三天 可能半月 半个月 才 遇到 道场 也要遇到 师父 讲经 才能够 听到 如果没有 那么 一辈子 都很难 遇到 所以如果 他们遇到 的话 他们 一定 非常 珍惜 好像 遇到 宝 一样 这个宝 用他的 生命 来照亮 他的生命 所以 这就是 所以为什么 古人成就 很容易 非常 很快 往生 西方 极乐 世界 也是 很多 叫做 万修 万人去 万人去 的意思 就是这个 不像 现在的人 现在的人 真的是 非常 难度 一点 真诚心 恭敬心 顶礼之心 都没有 所以 这就是 灾难 重重而来的 原因 缘故 所以这个 表 宝藏菩萨 表什么呢 就是念佛法门的 得到 宣扬 赞叹 所以 第四句 院 在 无量寿经 就是 诸佛 赞叹院 第四句 院 就是 十方 诸佛 在自己的 国土 同样 赞叹 同样 念佛法门 介绍 弘扬 这个 念佛法门 所以 在 第四句 院 一切 诸佛 都是 共同的 宣扬 这个 净度法门 所以 阿弥陀 阿弥陀佛 叫做 光中几尊 佛宗族 释放 三世佛 阿弥陀 第一 一切 诸佛 都 弘扬 都 帮助 一切众生 来 弘扬 这支 念佛法门 来 帮助 一切 苦难 众生 像我们 现在也是 有这个 小能力 这个叫做 小能力 来帮助 一切 苦难众生 有缘的众生 你们 跟我有缘 那么 你们 听 也是 愿你们 能够 破迷开悟 敌苦得乐 往生净土 也是 包括 告诉自己 就这样 我们 就是 在这个 短短的 几十年当中 在这个 旅馆 那么我们 进行经历的 我们 做 能带的 走的 东西 是什么 就是 宣扬 弘扬 这个 净土法门 给大众 让大众 真正能够 得到 圆满的 解脱 就是这个 念佛法门 所以 十方 诸佛 在自己的 佛国图 同样 赞叹 念佛法门 非常不可思议 所以 讲到 世尊 世尊 唯一新出世 唯所 弥陀 本 愿海 所以 世尊 唯一新出世 释迦牟尼佛 一切诸佛 来这个世间 目的地 是什么呢 唯所 弥陀 本 愿海 就是 介绍 阿弥陀佛 念佛法门 就是这样 所以 一切诸佛 将来 在这个世间 度众生 都是 一样 唯所 迷陀 本 愿海 因为 这个方法 法门 普度 众生 上等 更新 中等 更新 下等 更新 都是 通通 都能够 得度 不管你 什么更新 通通 都能够 解脱 处理 六道 轮回 之苦 所以 我们 一定要 真正的 好好的 把握 这一生 一定要 真干 一定要 真正的 落实 在我们的 日常 生活当中 念佛 念到 一心不乱 一字 四字 自在 往生 这就是 我们的 目的 佛要求 我们 没有什么 找 往生 西方 极的世界 这就是 佛的 心意 不要再 流浪 这个世界 也不要 做 弥菩萨 你 菩萨 就是 自身 难保 一定要 先度 自己 往生 净土 这才是 真正的 佛 菩萨 的 愿望 你 你拿到 往生的 把握 那么 你随时 随地 都能够 往生 西方 极了世界 这就是佛 菩萨的 要求 所以为什么 我们 无量节以来 也是 学习这个 念佛法门 为什么 还没有 能够 解脱呢 这就是 代表 我们的 善根 福德 因缘 还没有 记住 往生的 条件 必须 多善根 多福德 多因缘 记住 可能我们 就是没有办法 拿到 一字 十字 在往生 所以 在灵命中的时候 就呆了 放不下 看不破 再来轮回 就这样的缘故 那么 最大的原因 的缘故 就是 情意 爱意之中 害到我们 来这个 投胎 这个世界 所以 我们必须 从严重的烦恼 开始 断除 扶住 就是这个 爱意之心 情意之心 下手 久而久之 那么 扶久了 那么 自自然然 这个 严重的烦恼 会 不起作用 那么 我们就能够 念佛 安心 办到 这些 倒极的世界 这就是我们的 目的 目标 所以 讲到 无量寿经 就是 有讲到 为度 有情 令得度 以度 这者 是成佛 为度 有情 令得度 就是 还没有 听过 这个法门 那么 一听 都能够 解脱 发出 信念 扯明 肯定能够 解脱 往生 以度这者 是成佛 以前听了 对这个法门 很深厚 让他们继续 增加他们的 三根福的 应援 信念 扯明 直接往生 西方 净土 就是 普度 一切 众生 没有差别 所以 不管你什么 根性 不管你从哪里 一到来的 众生 听到这个 念佛法门 统统都能够 得度 发起 信念 扯明 统统都能够 解脱 真信 真法 远 持持 阿弥陀佛 名号 一念到十念 一直是这次 在往生 不管什么 根性 不管哪一道 的众生来 人道 天道 阿修罗 地狱 恶鬼 出生道 都能够 听到这个 阿弥陀佛 名号 发起 信念 扯明 都能够 往生 都能够 解脱 问题 就是在你们 能不能发真信 真法验 扯明这一句阿弥陀佛 能的话 万些万能去 不能的话 一万个人 只有一两个去 问题就是在自己 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看得破吗 你放得下吗 对这个受破事件 真的放下 毫无留念 发起信念承明 通通都能够 得度 无量节以来 为什么我们还在 轮回呢 就是我们的 心 还有过爱 看不过 放不下 这个受破世界 给这个受破世界 所转了 所以为什么 锅罗这样 毫无留念 这个世界呢 毫无留念呢 因为他过的生活 太苦了 就是 一无所有的人 所以 这种心 一定处理这心 却 往生 才是真正的 解脱 为什么 因何法师 能够 念到一字 是这呢 因为他生死 是大的心 却 非常 肯却 生死 是大 我们 就是缺少了 这个生死 心不却 发不出来 勇猛 之心 不像古人 所以 从今而后 我们一定要 真正的 落实 所以 唯独有情 令得度 一度 这者 是成佛 表 帮助 一切众生 往生 进 土 所以 能言 善道 讲经 说法 来帮助 苦难 众生 所以 宝传 菩萨 的目的 精神 就是让我们 介绍 先养 这个念佛法门 净土法门 给一切 众生 让他们 能够 真正 得到 圆满 的 解脱 这个法门 非常 很简单 很容易 只要你们 能够 扶住 你们的 烦恼 让 你们的 贪嗔 吃内心的 妄想 分别之处 不起作用 扶住了 把这一句 心 愿 扯明 做主 那么 通通 的众生 都能够 解脱 离苦 的乐 永远 解脱 我们要知道 无量节以来 轮回 太苦了 真的是 苦不堪言 不要再 轮回了 不要再 流浪了 赶快 拿去 把握 这个 机会 来好好的 修 来好好的 真干 把握 这个人生 我们得到 这个人的 机器 人的 工具 来 借甲 修正 好好利用它 用在道上 用在 修行上 用在 真正念佛 如山东林 念佛堂 123个人 通通能够念佛 往生 什么缘故呢 就是万元方向 住在那边 永不回来 一直念佛 念到往生 没有不往生的道理 他们 123个人 通通都就到 看破 放假 对这个事件 住在那边 永不出来 如果住在弥陀村 住在三个月 那么一个月回去 那不算这个 你的心愿不坚固 那 怎么谈得往生呢 住在弥陀村 一辈子都不要出去了 你才能够 有把握往生 这就是他的道理 现在 到场 很多就建立 弥陀村 非常赞叹 让众生 真正能够 得到解脱的路 弥陀村 就是像一个破庙一样 像锅罗酱 就这样 住下去 永不回来了 这些道解的世界 所以我们必须 现在就是 需要这个弥陀村的存在 让我们真正有一个 地方 道场 能够修行 真感 在家 不见得 你们能够修到 解脱 为什么 在家 障碍 非常很多 污染 非常大 恐怕 我们都能 不能够 解脱 就这样了 所以我们利用这个 短短的几十年 来真感 来好好的修 绝对不要错过 这一生了 这就是 宝床 菩萨的 精神 所以我们 这一辈子 都有 写这个法门 永不退转 这些 道解的世界 好 今天我们 学习到这里 感恩大家 谢谢大家 感恩诸佛菩萨的 加持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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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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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